美股官方定义的盛探行情 英文叫做Santa Rennie 是指的当年最后五个交易日 以及来年前两个交易日 总共七个交易日的股价的表现 从今年的假期算起来 就是从本周五12月23号 到明年1月4号 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统计数据 首先我们看过去22年的历史 绝大部分年份 大家看都是有盛探行情的 大概率是大概73%左右 过去6年Santa也都来了 所以说才有这个词Santa Rennie 其次要是Santa没有来 这可就麻烦 大家看过去22年没有来的时候 1月份都是跌的 无一例外 如果我们看远一点 也是这个情况 我们看从1993年到现在的 Santa没有来的年份 接下去 1月份 基本上也都是跌的 然后接下去全年 大家看大概率也是一个跌的情况 所以说美国股市里面是有一句话 叫做 If Santa should fail to call Bears may come to board and all 今年熊市会不会不太一样 我再给大家看两个统计数据 第一 我们把过去50多年的11次熊市拿出来 大家看Santa也只有两次到三次没有来 所以说Santa在熊市里来也是大概率 不过在熊市里面一月份的回报大概率都不太好 大家看这个图 第二不管Santa来不来 今年是熊市是确定了的 对吧 过去70多年的统计数据 今年熊市的情况下来年有80%的概率是涨的 平均的涨幅是15% 今年到现在标普已经跌了差不多20%了 如果接下去几天到年底收盘 标普还是全年跌大于等于20% 按照过去70多年的统计规律 明年的股市会很好 上涨的概率是100% 期望上涨的均值是27.1% 这个看起来也太幸福了 不敢相信 对吧 所以说要么这次历史统计的数据不灵了 要么下周Santa会来 使得今年标普不会跌超过20% 大家觉得哪个可能性更大呢 欢迎留言或者评论